现场记者看到 出租车停在路口 前脸伤得不轻 车轴断裂 不远处路边停着一辆越野车 左前侧破损 车轮爆胎 气囊弹出 据了解 当时出租车副驾驶位有一名女乘客 事故发生时 面部被气囊崩了一下 越野车驾驶人说 她胸口被撞了一下 处理完事故 也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原来当时越野车北向南行驶 出租车则是由南向西左转 相撞之后 越野车失控打横 滑行了几十米之后才停住 根据转弯让执行原则 交警判定 出租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